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现在是2023年的6月份 松下终于发布了S5 II的付费升级密钥 而密钥的定价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598元的价格还额外赠送一块松下原厂的电池和充电底座 要知道一块原厂电池的价格都要400块钱 那这样看来付费密钥就只要198元 我感觉这个价格松下就像是在做慈善 那安装完升级密钥之后 你就能在S5 II上解锁和S5 II S一模一样的外入RAW视频的能力 为了能让各位射手能够快速的爽到外入RAW的快乐 那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升级付费密钥 以及我个人正在使用的ProRes RAW的后期流程 带你进入外入RAW视频的极乐水世界 那喜欢播歌和播歌视频的射手们 不妨现在就点个赞点个关注 转发给你的好机友 那想要升级付费密钥 你首先需要把你的相机固件升级到 松下6月13号发布的2.0版本 通常松下会把最新的固件放在凶影俱乐部的公众号里面 点击这里进入网页就可以看到了 我更建议大家把这个链接复制到电脑的浏览器上打开 然后再去下载 那下载下来的文件通常是ZIP的压缩包格式 解压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并文件 那这个就是松下相机的固件了 把并文件复制到SD卡的根目录上 然后插入到相机里面 在设置界面里面选择版本显示 然后点击固件更新 再点击是就可以了 耐心等待一分钟左右 相机就完成固件更新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看到机身的固件显示是2.0版本的话 那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付费密钥的安装升级环节了 那安装付费升级密钥 首先你需要到松下的店铺里下单购买激活密钥 然后你会收到一个松下机过来的快递 它是一个小黑袋子 里面会装着一份说明书和激活密钥 安装密钥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要在S5 Mark II上导出一个LST文件 在设置菜单中找到激活这个选项 点进去然后选择导出序列码这个选项 相机会询问你导出到哪张SD卡 那我这里选择卡槽1好了 导出完毕之后把你的SD卡插到电脑上 然后在SD卡的这个目录下会有一个机身序列号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登录松下的密钥解锁的网址 具体的链接我放在视频的简介区 进入之后在网页里面选择DNWSFUR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选择你的相机的序列号文件 点击确定点击上传 在下一步里面输入你收到的快递里面的那串密钥就可以了 那需要注意的是密钥是需要保证所有字母都是大写的 而且你不需要输入密钥中间的横杠 输完然后点击注册 那网页会返回给你一个已经注册激活完成的 Active.LST文件把这个文件存到你的SD卡的刚刚那个目录底下 注意不要存错目录哦 然后再把SD卡插回你的相机里面开机 在设置里面找到激活 点进去然后再点击导入激活码 选择卡抄1 点击开始执行 然后相机会提示你重启电源 那重启相机之后付费密钥的升级就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次密钥激活解锁的新功能 那S5 Mark II的外录方法和我之前讲过的S5 Mark II S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外录机吧 你可以使用Atomo的Ninja V来外录ProRes RAW 那如果你习惯用达芬奇来剪辑调色 也可以使用BND的录机来外录Blackmagic RAW 但在外录之前你需要保证你的录机升级到了最新的固件 就在前几天Atomo和BND也都发布了支持S5 Mark II和S5 Mark II S外录的最新固件 大家记得要去升级一下 那升级完成之后插入HDMI线 在相机菜单中打开HDMI RAW数据输出功能 你就正式踏入了松下RAW视频外录的极热水事件 那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我的视频的剪辑和调色使用的基本都是Final Cup Pro 所以之前拍摄我拍的都是ProRes RAW 那在我看来松下外录ProRes RAW 其实是比S5 Mark II内录ProRes 422 HQ更加有性价比的 因为外录的ProRes RAW视频能够进入到最原始的未经加工的图像数据 那这些数据是比内录的ProRes 422 HQ要更多的 但ProRes RAW的视频的体积却又比ProRes 422 HQ还要小 那是不是很爽?ProRes RAW的色彩深度是12比特 它不会有过多的机内加工 一般都没有降噪和锐化 记录下来的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图像数据 给你提供了特别大的后期空间 比如说你可以在后期时调整ISO来达到不同的曝光 也可以无损的调整视频的白平衡 这在Final Cup Pro里面都是可以轻松完成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发现使用ProRes RAW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Vlog色彩 红色溢出的现象非常的好啊 那上期视频的弹幕里 我看到有很多的射手都说了我要 非常多的我要 那今天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松下ProRes RAW 我的调色后期流程 那ProRes RAW视频的调色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先把ProRes RAW视频转换成Log 然后再对Log进行一级调色和二级调色 其实也非常简单并不复杂 那我今天演示的是用Final Cup Pro 制作SDR视频的方法 所以首先需要先新建一个RAC709的项目 然后这是一段我用NinjaV录制的ProRes RAW 把它拖动到时间线上 然后它会弹窗提示你这个东西 这里直接点好就可以了 拖动到时间线上之后 Final Cup Pro会自动识别RAC视频的厂家 然后自动匹配 帮你完成RAC视频转换成Log的操作 这里我们在检查器里面切到设置页面 你就能清楚的看到Final Cup Pro 帮你把ProRes RAW转成了Vlog 并且还帮你套上了Vlog的还原LUT 所以你现在预览到的这个就是已经完成的RAC709 还原之后的画面 其实这个操作并不是非常的正确 松下官方建议的正确操作是在摄像机LUT 这里加载松下官方提供的一个转换LUT 这个LUT能够将Vlog RAW Gamma转换成Vlog V Gamma 那这样一同操作下来 你现在得到的才是准确的已经转换成Vlog的视频素材 这一步相当的关键啊 那如果你不这么操作的话 还是前面Final Cup Pro那种操作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对比啊 它们的色彩是完全不一样的 使用了松下官方的转换LUT的这个操作得到的画面 感觉真的修复了一些洋红色彩的溢出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啊 如果听不懂那建议收藏起来 反复学习或者直接跟着操作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来的调色就跟平时我们调整Vlog的视频素材一模一样了 我通常都会在调色检查器里面 添加一个色轮用来控制曝光 然后再添加一个自定义LUT 来加载官方的还原LUT 因为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通常都会向右曝光 所以加载完还原LUT之后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色轮这里压低曝光 来达到当时拍摄现场的正常曝光的亮度 然后调到这里 我们再去观察视频的白平衡是否正确 那如果白平衡不对的话 我们再缓回到信息检查器的设置页面里面 拖动温度这个滑感来校正白平衡就可以了 这里的白平衡调整是无损的 非常的爽 OK 然后我们再根据波形图或者画面 看看是否要增加一点明暗反差 不用的话 那基本上一级调色就完成了 后面的二级调色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去做调整 这里我就不再做演示了 那如果调色完成之后 你觉得视频的噪点有点多的话 你可以使用Final Cup Pro的降噪效果 或者其他的插件去做降噪就可以了 那关于ProRes RAW更加详细的后期流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初歌的这期视频 讲的非常的详细啊 那总的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要求非常高 喜欢自己掌控一切 喜欢自己动的射手 那松下S5 II的外录RAW视频 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项 598元的付费升级密钥 还额外赠送原厂电池和充电底座 值得你的考虑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播歌和播歌视频的射手们 别忘记点赞关注 还有大量的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